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 很多人喜欢吃虾 包括我自己 所以今天呢 想给大家分享一道大虾的花式吃法 不仅好看 好吃 还寓意富贵吉祥 就是这道金线大虾 这里是500克新鲜的大虾 去除虾头和虾壳 只保留虾尾这一部分的虾壳 然后挑出虾线 做这道菜呢 我不建议大家用开背的方式来去除虾线 因为开背的话 在加热的过程中 虾背的肉可能会往两边打开 会影响这道菜整体的美观度 也可以用牙签在背部把虾线挑出来 然后用小刀在虾的腹部 浅浅的割上几刀 但是不要把虾给割断 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虾在加热的时候蜷缩起来 全部处理好以后 就加入屏幕上方所打出的所有的调味料 抓匀以后腌制半个小时 买不到挂面 所以我用的是这一款风干面 面不需要煮熟 只要把它煮软了 就马上捞起 沥干并且浸泡在冷水中 因为面条如果煮得太过软烂的话 很容易断 那就没有办法进行后续操作了 因为接下来要进行油炸 所以用厨房纸巾尽量的吸干面条表面的水分 用计时面也完全没有问题 腌制好的大虾 先裹一层全蛋液 然后在表面沾上一层玉米淀粉 抖掉多余的粉以后呢 就取适量的面条把它们缠绕起来 这个过程一点都不难 但是动作要尽量的轻柔一些 避免把面条给弄断 收尾的部分就像我视频中所演示的这样 把它穿入其他的面条中 那这样在炸的时候就不会散开了 全部做完以后 在锅中烧热适量的食用油 油的份量最好要能没过我们的虾 油烧热以后 我们先转中火 然后就把裹了面条的大虾 放进去 用中火炸至两面金黄 刚刚放进油锅里的虾 先不要去翻动它 等到面条有一些定型了 才开始适当的翻动 炸至浅金黄色的时候 我们就开大火 把油温升高 然后继续炸大概30秒左右 就可以把它们捞出粒油 最好再用厨房纸巾 吸去多余的油脂 面条炸得香香脆脆的 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零食 干脆面 然后大虾 又是鲜嫩 弹牙 蘸番茄酱或是美乃滋 都是无与伦比的美味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